第二回合資格賽 第一個提示請看五秒 秘密 秘密 第二提示再看十秒 白夜行 十字題 這要回答嗎 答案請 要不然要託夢啊 誰 東野龜吾 東野龜吾他是誰 作家 日本的 對 你喜歡日本文學 略懂 略懂 對 為什麼是東野龜吾 你要解釋一下 因為白夜行是他的作品 然後我有看日劇 對 三田孝誓宴 東野龜吾 到底沒有 東野龜吾 解憂雜貨店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各位 對 他這有什麼特色 這個人 很多他的作品都可以 被改編成戲劇 東野龜吾 來 請你們十字田 整個攻略者請就位 十字田 對 國立台大土木工程師 我好辛苦啊 十字田是本名嗎 對 十字田是本名 你喜歡日本喔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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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喔 你當天是日本當背包客 這個我就做不到 我這麼愛日本我也做不到 可是 我下一個我要實現什麼的 我要實現自駕 因為很多人告訴我 在日本自駕很爽 對 可以去沖繩 直接讓人繞一整個島 你有四分鐘的答題時間 好不好 請加油 好 請公布 他只用一個工地賽提琴 量身達到的題目 第一題 人間特名處 是你這次宣傳的這齣戲 對 你就是特名處裡面的一個公務員 對 濕路人看港片 濕路人你演一個 在台灣求學的香港人 在香港求學的台灣人 對 在香港求學的台灣人 再來是微笑設計風 這個是你演過一個天堂的微笑 剛好就演室內設計師 對 京都懷石料理 你在京都當過背包個 超容易的 Oh my God 因為京都不大嘛 對 瑪雅文化探索是更厲害了 你去年到墨西哥去旅遊 對 街舞式冠軍 捷運街舞大賽 你曾經得過少年組冠軍 我的天 你是國長國中 國中 待會你就選了這題的話 記得來個兩個八派 大家看一下 兩個八 多少BPM 你忙你的 開始 開始學投資 現在是不是你正在學的事情 最近好像滿適合學的 快三十歲了 也該趁這些 你知道 尤其最近趨勢滿明顯 真的喔 大家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來一碗陽春麵 這是你最愛吃的 還有加上吃點小菜就完美了 對 因為我父親是外省人 所以我很愛吃麵食 我們從哪邊開始 我們從街舞開始 那怎麼好意思呢 要多少BPM 越快就好吧 好 就兩個八就很快就過去了 再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接舞 兩八八要有一點轉身 要有一點動作 要有一點對不對 用暖身嗎 我們先拿題嘛 真的要跳嗎 知道多少聲跳 好 來 預備 兩個八 預備 來看什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可以 拍手 真的會耶 當然 低調先 其實就略懂 略懂 坐ge 鞠躬 HIT 英俊 薰舞可分為 、었コール跟、ヌスコール 請問哪一種舞風是屬於 NEWスコール A POP PING B HIT HOP C BREAKING 快 我的答案是B HIT PO POP 請鎖定 BREAKING跟POP POP PING 都是屬於 arrow visibility 怕� 怎麼跳 怕�就是HIT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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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Parking 然後 那什麼叫做 Breaking 就是一種破壞的感覺 沒有啦 就是地板動作 什麼叫做Parking Parking Parking就停車 OK 沒問題 我問問現在你知不知道而已 OK 還好 來 請揭曉 真的 好的 開始 第二題 開始學投資 開始學投資 什麼趨勢啊 你看到什麼 他一直往下走 所以如果你買指數 如果 我也是聽朋友講嘛 就是如果買指數的話 就是買往下這件事情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個笑 看了一個發人生死的故事 有一個非常非常的難過 因為自己經過了多年的努力 我聽到終於變成百萬富翁 然後大家就問他 我為什麼變百萬富翁 他說 我本來是千萬富翁 賠了十倍了 你說最近的事情 不是 最近的事情 我本來是千萬富翁 準備 請主題 我的答案是B 股票 請鎖定 為什麼不是除去險 因為其實現在除去險的那個 效應沒有那麼好 他產品一直在更新 利率太低了 對 然後股票 因為前幾年其實是非常熱的 一個險學吧 因為股市都非常好 好像從九幾年 你的險是明顯的險還是危險的險 其實這兩個不覺得共通嗎 就是當他越明顯的時候 他就會越危險 多好的一個孩子 做得亂好 這塊錢 這還滿好的 可能是對 來 請 請下 年輕人最愛業的就是股票 公司三隊 一萬在巷子口了 這句話很重要 我要選 瑪雅 文化探索 瑪雅文化探索 來 請 處理 請問在瑪雅文明時期 曾經將以上的哪一種食材 作為貨幣來使用 A 杏仁果 B 咖啡豆 B 可可豆 我的答案是C 可可豆 請鎖定 為什麼不是咖啡豆呢 其實這個挺難的 我覺得 第一個一定 杏仁果就先拿掉嘛 對不對 然後咖啡豆跟可可豆 我是印象判斷是可可豆 哪來的印象 去過 就是我去的時候有導遊會講 然後可能在幾百萬字的 那個資訊裡面 其中聽過這個東西 很像有一個 經濟作物師 可以這樣 對 對 謝謝 恭喜 雙手 馬爾人他們非常早就知道 可可豆是好東西 會把它做成熱騰騰的飲品來享用 不過其實在公元前 200到250年的時候 當時他們都是一物一物的社會 所以只是會直接把可可豆做成食品 再跟別人交換 但後來可可豆就變成他們的一種 主要的貨幣 其實在壁畫裡頭都有記載喔 包括了呢 一粒可可豆可以換到一顆番茄 兩粒可以換兩顆雞蛋 100粒的話就可以換一隻野兔 甚至後來呢 他們在這個大航海時代已經開始了之後 他們還把可可豆作為貢品 上貢給西班牙的國 有意思 來 恭喜這位一位 智慧新壁值得鼓勵 第四集 我覺得其實如果用特名處的話 應該沒人比我懂 有這種事 對啊 我拍耶 而且八集我都有演 請出題 現在公務員上班大多交九晚五 在中國古代的官員 大概都是幾點上班的呢 A 早上四點 B 早上六點 C 早上八點 這跟特名處沒關係吧 真的考公務員的題目 你們太煩了你們 太煩了 我的 我的答案是 B B 請出題 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不是八點 因為我覺得以前人 晚上娛樂沒那麼多吧 他們可能比較早休息 然後他們作息應該會往上提一點 提一點而已嗎 因為八點好像 有點 小時候上小學的時候 七點多就要到學校了 他們應該比我早 所以六點合理 六點我覺得合理 中庸一點 請揭曉 你錯 你就是爬帶 這不用 好 大家應該都聽過 上班點卯還有上朝是五今天 這個典故吧 所以這個卯時還有五今天 說的就是五點到七點的時間 所以當然這個上朝時間 就是在六點左右 可是我們要告訴大家 雖然是六點上朝 但是這些古代的官員 他們很早就要起床了 大概凌晨三點的時候 就要起床 梳洗穿朝服吃早餐 然後四點的時候出家門 慢慢地走到這個朝廷去 不管你是走路還是坐車 五點的時候呢 五六點才能夠正式地來上朝 但是他們雖然很早就要起床 但也比我們現在的人早下班 在過去呢 古代的官員啊 他們如果是在 夏天的時候呢 大概也下午四點的時候 就下班了 如果來到秋冬天氣冷呢 下午三點的時候就下班 跟我們一樣 大概一天上班八小時 來 第五題 失路人看港片 失路人看港片 來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C 終極追殺力 請鎖定 終極追殺力是誰 那個尚雷諾跟納塔利波曼 李翁吧 納塔利波曼 應該是 英文名字是哪一個啊 因為我 我好怕我會選錯 整鬼專家中 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什麼樣的風格啊 他們就是一個蘿莉啊 一個大叔啊 然後那個 星爺就是拿著那個 那個 那個 盆栽 然後 莫文衛 剛剛那個女神的好朋友 就是 剛剛那個女神的好朋友 對 就是穿那個 有點MA1的那種外套 然後穿有點露肚子 然後斷頭髮 然後有點厭世的感覺 他真的知道耶 好棒 來 請介紹 漂亮喔 講得很好喔 很好 三萬在家門口了 我選 陽春麵 這麼多的麵 你只喜歡陽春麵嗎 不會吧 我喜歡點陽春麵配小菜 然後加一小瓢辣子油 Me too 來一碗陽春麵吧 來 請主題 陽春麵是常見的庶民美食 請問陽春最早指的是什麼意思 A 10月 B 太陽 C 春天 B 太陽 我的答案是十月 請主題 你怎麼會不假生活呢 這是三萬的題目 我覺得不是太陽啊 然後 春天 我好像記得什麼 楊春白雪 然後 最差應該是一個時間 所以我在猶豫十月還是春天 然後我有點忘記 楊春白雪它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春天就有在陽春裡面 我就覺得 反骨一點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選十月 覺得他答對了舉手 結果 我覺得那個製作單位 把陽春 刻意拆成太陽跟春天 所以應該是十月 錯鬼記 他在字面上把兩個意思拆開 你是說我們製作單位 沒有 不是 我是說他把那個陽跟春 把兩個字分開 叫太陽春天 其實答案是十月 唉唷 鬥智 親手臉 請揭曉 漂亮 好 秦始皇他統一了渡良恆之後 也統一了立法 所以他把夏立的十月 就定為正月 而這個十月呢 也是被大家稱為 小陽春 所以呢 陽春就跟十 變成了一個代名詞 那一剛開始呢 陽春麵呢 它其實一碗大概就是十文前 那因為十又是陽春嘛 所以就稱之為陽春麵 而第二層意思呢 是因為陽春白雪 但是陽春白雪 它當時的這個景象 就是一片光凸凸的 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就跟這碗麵一樣 裡頭只有清湯 光麵 就像陽春白雪一樣 就叫做陽春麵 恭喜得到三萬元智慧金幣 漂亮 唉唷 不過單了囉 今天 來 第七題 你該不會拿到九題吧 我 我想選微笑設計風 微笑設計風請出題 近年工業風設計生受大眾喜愛 哪一個關於工業風的敘述正確 A 起源於美國 B 愛菲爾鐵塔式指標 C 起源於後文藝復興 我的答案是B 什麼 我的答案是B 愛菲爾鐵塔式指標 許主力 它起源於美國是錯的 所以它起源於哪裡 因為 因為我現在有點把工業風 跟現代主義聯想在一起 然後我就會覺得 應該跟愛菲爾鐵塔 有點關係 因為它那時候在建築上面 它的確是一個 現代建築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它就用結構這件事情去做 可是後文藝復興 我很少聽到後文藝復興這個名詞 我們可能文藝復興玩科學革命 然後啟蒙運動在之前 那文藝復興又是在意大利 佛羅倫斯 我感覺跟工業風比較不像 他們那邊比較有機一點 我是A和B兩個有點猶豫 因為美國那時候工業革命 他們那時候感覺 火車文化什麼 會不會 其實他們那邊 帶出了這個名詞 反正已經拿到三萬 可以了 來 請揭曉 吃不到懷孕要理而已 對不對 吃不到而已 對喔 太厲害了 工業風的確是由美國發揚光大 但是它的起源是來自於 法國的艾菲爾鐵塔 我們一般想到艾菲爾鐵塔 好像都是比較浪漫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事實上 它就是一個工業風的經典 它用了這個大量的金屬 然後看得到骨幹 結構 那其實是因為在工業革命之後 就開始有這樣的工業風的浪潮興起 但是美國它其實是後來製造業 非常的蓬勃旺盛 所以他們可以大量的生產 可以不會生鏽 但是又可以直接看起來 簡單明亮的這些家具 所以也讓工業風 在美國大為盛興 也推廣到了全世界 沒得選了 就是懷式料理 吃吧 一個不懷好意的料理 那就是鴻門燕龍 請出題 日本料理中的懷食料理 最早是何時食用的料理 天皇燕客 佛寺茶會 C茶道聚會 茶道聚會 天皇燕客佛寺法會 還是茶道聚會 1分40秒 我的答案會是 會是C吧 C 請鎖定 你剛剛跟哪個在糾結 其實都挺糾結的 我先覺得B比較不像 佛寺法會 我把它放到後面一點 然後天皇燕客 因為我記得懷式料理 要花很多錢才能吃 可是我覺得那是後來的演變 對 那其實在日本文化 一個非常根源的東西 都查到了 就他們任何的思想 從千利修 他們開始去研發 例如說茶吉這個文化 他們要去了解 怎麼樣 茶吉 拿刀殺那個 沒有 我告訴你茶吉 是什麼意思要不要 今天你去把 地上的落葉掃乾淨 然後你再去推一推那個樹 讓幾片落葉掉下來 那就要茶吉 葉子掃掉之後 推那個樹 讓它掉幾片下來 他在講的是一個 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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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道聚會的可能性還滿大的 對 我覺得 因為應該是個 果腹的小東西 對啊 你想 所以懷式都一點一點的 對 小小的 然後又講求那種精緻 然後沒有結束 然後隨著季節 我覺得茶道滿有可能的 他們所有的文化思想 都是根源於茶道 請揭曉 我還是要理是不是 茶道聚會 最早的 太厲害了 你快發達了 真的喔 好 因為在茶道聚會之前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空腹喝茶的話 傷胃 所以最好在正式喝茶之前 先吃一些精緻的小點 墊墊味 同時懷石 其實也是有這個 以懷抱抱了這個溫熱的石頭 也可以幫助暖胃的效果 所以到後來呢 才會變成非常精緻的 懷石料理的餐廳 來喔 最後一 請出題 1分28秒到處 欣賞皇帝的龍袍上 除了有龍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動物來象徵君主 請問是什麼 A 鱗魚 B 老虎 C 兔子 黃帝的龍袍上 除了龍以外 還有什麼動物來象徵君主呢 1分 就剩下一分鐘到處了 你這次答案想40秒對不對 我有點想想一下 我覺得不會是鯉魚 然後我在猶豫B跟C 老虎 老虎感覺很直覺嘛 可是我們都講龍威龍威 我們去撵那個龍虛 醋龍鱗 好像不會虎威或是就是 虎甲虎威 虎甲虎威感覺很大 20秒 然後兔子好像有祥瑞的意思 我 我 我的答案是 現場 5秒準備到處 B 老虎 請所謂 可是我覺得又是低 上次你的戲碼讓他演了 是 可是上次你是沒時間 他是用1分多鐘慢慢晃的 對啊 沒有1 剛才有用1分28秒慢慢晃的 老虎是我第一個刪掉的 我到底是 我也想刪老虎 可是又會覺得會不會 在這一題的時候 突然變成一個很職權性的題目 我其實有點想選C 為什麼是老虎 因為我以前看過一本漫畫 港漫叫做龍虎武士 然後我覺得虎和龍 好像真的都是一個 比較威武的高高在上的 象徵 但我覺得已經有龍了 覺得他答對了舉手 很高興終於你 失去了大家的支持你 認為是鯉魚的舉手 鯉魚 為什麼 來 瑞光 應該有一些 富貴國泰民安的寓意在裡面 富貴又國泰民安 鯉魚才會要龍門 對 魚要龍門 你們是猜的嗎 還是真的知道 而且很多池子裡面養的 都是鯉魚 鯉魚 池子裡面養鯉魚又怎麼樣 對 台灣很多 就是代表一個吉祥 一個徵兆 那那大絲 我其實差不多 我的腦子是沒內涵耶 但是我覺得 就那個鯉片 多少一點像龍 有 好像 鯉片像龍 還行 鯉魚可以養一池 老虎怎麼養五隻 皇帝只有一個 你是沒看過老虎五隻嗎 老虎五隻 你看 對 你在講這個 好 出席了 請揭曉 正確答案是不是鯉魚 告訴我們 來 你應該要選兔子的 因為在這個龍袍上面 總共有 分享一個張文 除了龍之外 另外十一個 還有哪些 這個君主 代表著日月星辰 因為黃恩要普照大地 那代表著太陽的 是公雞 那代表著月亮的 就是玉兔 所以它上面 是有兔子的這個樣式 同時其實裡面還有斧頭 代表這個君王很果斷 還有古物代表它能夠 養育所有的眾生 以及製鳥 有文采華美之意 所以這一件龍袍上面 其實都有充滿了 各種的象徵寓意 找點知識吧 你差點選兔子 對啊 月亮如果 綠兔裡面那麼重要 那嫦娥應該在哪裡 嫦娥 嫦娥應該在什麼地方 待比較好 跟我說問他 你是拿五萬耶 五萬的獎品 可厲害了 來 送給他 來 都已經走到Super Night 結果功虧一虧 我相信大家都為十字田 覺得很可惜對不對 不過經過我們的節目呢 整密的刊物之後發現 其實十字田呢 他選的老虎 也的確在龍袍上面也有 所以這個答案也是正確的 因此我們決定要幫十字田 把這個獎品大升級 他可以得到十萬的 微電腦跑步機 我們也特別把十字田 再次邀請回到現場 歡迎十字田 謝謝 開心嗎 全民新攻略的 第四位十萬大獎的得主 讓你特別跑這一趟 當時真的想不到呢 上面答案竟然有兩個 是正確的 人生就是這樣的轉折 我們把這個第四個 第四位十萬大獎 把這台跑步機 就在眼前的看到這一台 這不是模型喔 他本人就要送給你 他有什麼樣的特色 來 我告訴他 好 我們要送給十字田的是 X5 成商科技十五點六寸 高彩屏觸控 智能跑步機 這台跑步機呢 有高寫心螢幕 以及HIFI的音聲 53度的VR視角 就算時速八公里追劇也不累 還有智能管家 以及地圖跑步功能 結合了娛樂和運動 增加樂趣 是智能跑步機的專家喔 十字田同學 對於這個遲了的肯定 你有什麼看法 覺得很溫馨 溫馨吧 很暖 對於這種 實事求是的單位 我真的不知道對他們 該說什麼 他們覺得必須很慎重的 讓大家知道 要以正視聽啊 好不好 最愛子恭喜 十字田第四位的 十萬大獎得出 耶 非常好 今天我們的大獎 被兩個台大的給包辦了 對 好 我們沒關係 一定有機會 下輩子我們轉日投胎 我們也考台大好不好 太久了吧 從你先來 好 來 拉到我的指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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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在幹什麼 我拜死 傻了 他還是我學弟耶 再過來一點 好 放 你三下 好的 來 拉 放 這個好 又拉 放 非常好 拉 稍微拉高一點點 高一點 要這樣放 預備 好 這樣 好 放 非常好 你 一下 拉 好 放 放非常好 你 兩下 兩下 你看 時尚還是要時尚 性感一點 對 再遠一點 再遠一點 我這邊講沒有力氣了 我手指好累 好棒 好 好 我教你喔 我教你 再次再恭喜兩位 也恭喜了一個 星系直段上檔 對吧 4月4號的 妖怪人間 在公視頻道晚上九點 妖怪人間加油 好 好 隨機呢 晚上九點 隨時收看我們的東京頻道 或已經播出的 全民 新攻略 晚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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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